時間來到下午4點半 歡迎收看超級大贏家 我是詹璇 我們來關心今天台北股市現貨 陷入整理格局 中場小跌了11點 設在9068點 監量是732億 好 現在行情怎麼觀察跟分析 我們想要專家 萬通國際投顧的丁車老師 丁車老師好 璇璇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丁車老師剛剛一來就說 今天這盤真的有夠無聊 不只現貨無聊 其實今天做指數一樣都黏在一起 可是有人說是不是漲很多了 這個時候本來就要整理一下 可是還是希望表態嘛對不對 往上或是往下 要出來 一定會表態 什麼時候 近日 近日 最快明天 那最近國際油價不斷的跌 你覺得有沒有影響 會不會先衝擊到美股 會 因為油價已經沒桶40塊錢了 大家最近有人就是大摩 含說沒桶30塊了 大摩 對 瓦茲的為哪聽的 18歲先不要聽 高賽價 好 那我們不要講瓦茲的為 我們講現在 現在國際油價40塊了 沒有關係 沒關係 因為就是因為石油價格在跌 對 所以 對整個全球股市有什麼影響 我們怎麼觀察 所以 艾克森美孚石油才會重挫 對啊 跟雪芙龍 跟雪芙龍 還有美國的一些原物料股 對 到窮濕不是表現比較差 對 最近多弱的 因為它大部分有很多傳統產業股 所以傳產已經衝擊到美國到窮的表現了 它已經有跌下來大概七八天了 但是我們看到科技股沒有跌 還是撐在那 像蘋果電腦反而逆市場 對 所以費半啊 薩克爾都還是很強 對 所以它跟這一塊有點不太一樣 有點脫鉤 可是我們台灣是電子科技股很強 台灣包在一起嘛 因為台灣科技股還不錯啊 台積電也沒有跌啊 跌一塊而已啊 對 那所以怎麼觀察 我是個人認為 這個熱錢 現在目前持續在湧進 對啊 你看台幣升成那樣 它買一段時間會停一下 買一段時間停一下 最主要是要觀察美國的方向出來 對 那像我們今天 像這個禮拜美國 它會公佈失業率 跟飛龍救援人口 經濟數據 對 第一個禮拜五 嗯 固定的 對 每個月第一個禮拜五 它是 當沒有更大的數據產生的時候 這個數據就很重要 對 因為美國現在是公佈財報 財報一直陸續在公佈 台灣也一直在發售會 嗯 這個是固定的形式 這個行程都要讓它走完 那現在 我昨天不是講過嗎 這個9085.91昨天最高嘛 對 昨天以前最高 今天 還通透一點點啊 9086.42 哦 今天最高 對啊 這不知道什麼意思啊 畢竟這次是知道嗎 你通一點還是 又通一點是知道嗎 上一次就少了一點 現在多了一點 對不對 嗯 這折磨人嘛 那你這樣上去 量沒有放出來 它供不上去 嗯 這個像這種常態量 平均動能量至少要千億 對啊 有人說你看9000點了 啊 量每天才這樣 沒有辦法上來 對 那下去 它打下去 它也不升量 嗯 所以也沒辦法有效性的灌破 那有人就說這個量是因為 就像老師常講的 散戶沒在玩 沒有在玩 不是人不進來買 所以錢就那些 因為就像你講 外資啊 法人 投信自己在那邊進出 沒錯 像 像投信啊 就是每一天大概是買個10億 賣個10億 對 它沒錢嘛 它就是換來換去 投信會換股票 對 所以他們為了做績效換股票 那自營商啊 大概是50億 50億 50億 60億 他們就是忙著跟投資朋友對咒 ETF 真的啊 或是權政啊 對 坑殺產戶 自營商就專門這一招會而已 它有時候它今天買明天就丟 今天買明天就丟 它就這樣子 那剩下就外資 最大力量就是外資 那這個盤很多人會擔心是因為怕外資跑掉 對啊 百分之一萬一定會跑 總有一天 那換個角度想跑的時候會不會才是好時機 跑的時候我們會知道 因為跑的時候第一個你觀察 跑的時候就是新台幣會極速的貶值 因為現在目前新台幣今天升到了31塊6 熱錢一直在 外資還在在 因為它要換錢 對 那你看台幣在極速的貶值的時候 那 那就會就是跑的現象 那當指數出現兩種形態 第一種就是開高走低放量 那個是一種形態那就是吞噬線 那種放量的話就是整個行情可能會結束 第二種就是收盤價逆轉 收盤這樣反轉 就是高點過高 可是收盤價比前一天更低 低點更低還要收盤還要收最低 而且要放量 這個大概兩種情況大概就會game over 我一直在等這個 因為我希望它崩盤我比較壞 我希望跌個1000點下來 真的我比較壞 因為這樣比較好賺錢 跌的時候有時候它跌的時候 其實高價股一跌刷下去就三成五成 那個很好撈 可是像現在現在目前我們還是在做 做多 可是會比較辛苦一點 像今天我等一下會講到神盾 那神盾這檔股票是爛股票 那還沒說 它真的很爛 因為它從來沒有賺錢過 所以投資朋友會想要空它 看不及它 可是我們看它的那個表現 可是我就買它 我就喜歡買那個爛的 我就喜歡 我就是這個人就是 怪怪的 因為我不認為基本面 是操作股票的基礎 我一向重視技術面 所以我之前也常講過 基本面不如以為泡麵 因為基本面它會再改變在未來 它不是過去 你看像神盾它去年 它去年獲利是沒有獲利 一塊四虧錢 虧損一塊四 那今年第一季虧了 八毛一 還虧錢 今年第一季還虧錢 那第二季我們算出來是賺錢的 第二季還沒公佈財報賺錢 那第三季第四季爆發性成長 所以要看未來嗎 不可以看過去 那第三季到了沒有 還沒看到 那第四季到了沒有 沒看到 那為什麼我們知道 因為看到再買就來不及了 對 因為為什麼我們會知道 因為我們都是用瞎猜的 瞎猜的是比較 因為你是專業的 對 我這樣講的話就是 是沒有錯 你這個真句話就是 因為我不好意思講說我是專業 但是我是用猜的 那投資朋友他不會猜啊 他認為說 以前他很爛 所以他認為神盾應該 他未來也會爛 應該是二十塊才對 不應該是兩百塊 這種想法就是錯 就好像我們看宏達店 宏達店今天公佈出來的季報不是也 很慘喔 連虧了五個季度 他還賣主產賺了十億 他賣那個草原 可是他最後的 是虧的啊 EPS還是虧的啊 他虧了 他虧了 他虧了三十億 對 如果他那十億 沒有賣廠房 要虧四十億億 對 你看多爛 股票價格還有這麼多錢 宏達店 照理講他應該是個位數 九塊 對沒有錯 但是為什麼是九十幾塊 因為 法人看到是他的未來 他不會認為宏達店 一輩子都要虧錢 這就是一個思想的模式 所以投資朋友在做股票 我常講就是 你不要一直看報紙或是看過去 因為那個東西是已經公開的 我們在投資學裡面 有講說已經公開的訊息 那個都不重要 因為大家都知道啊 都覺得不知道 沒有人不知道嘛 每一個人都知道的事情 為什麼要談呢 我們要談不知道的東西 那個是我們要研究的範圍 所以我說神盾這一波 我們做的還是真的相當的不錯 有時候我就覺得說 自己蠻感動的 因為我們這已經做了第三趟了 那現在目前今天最高是229 那29雖然是沒有公上漲停 但是看起來好像才康開始要這樣 對不對 對 剛開始要漲嘛 他沒漲嘛 你有看到他漲嗎 我是沒看到他漲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感覺 我是沒有感覺他的漲 因為很多投資朋友有一個觀念 就是常常跟我講說 老師我們不要追高 很多人跟你講說 要買黑不買紅 很多老師不是講說 我們要買黑的不買紅的嗎 因為很怕就是你一買紅就被套牢了 買黑的明天更黑啊 對不對 對 股票剛開始在跌的時候他當然黑啊 可是股票在跌 他有時候是拉回修正要再漲 有時候是黑下去就一路黑了 對 有時候下去就是第一根黑 然後後面有一百根黑的等你了 所以買黑不買紅這句話我反對 嗯 我認為買股票 不管黑的紅的 只要他明天要漲 我都可以買 我是看明天 明天如果要漲我就管他今天紅的黑的 不是 如果是如果說買黑不買紅 那這樣做股票就很簡單 就找那個黑的來買就好 紅的都不用也不要買 那請問一下 神盾他有紅 有黑 黑讓你看過嗎 他哪一天黑 他每天都紅啊 你不買的話就從從這一波 這個一百七十塊 不要說前一波一百四十三 從一百七十塊上去哪一天黑的 我問你啦 啊漲起來這一波漲起來又又五十八塊半了 一張還賺五萬幾塊 所以我說從這個地方從一百二十幾塊二十三塊 前一波就漲 為什麼高價股我們喜歡做 你看前一波神盾從一二三點五 不是歷史上最低價 漲到了一百七十一塊半 這一波我也做到 再往前那一波了 那一波漲了四十八塊 一張四萬八 那第二波呢 第二波段來漲的話就是 從一百四十三塊到一百八十四 雖然沒有賣最高沒有關係啊 那這一波也漲了四十一塊 一張也漲了四萬 那現在目前來講 現在第三波是從一百七十塊半 雖然不是買到最低嘛 不是買到一百七十塊半 買到一百八就可以了嘛 那現在目前來講又漲了五十八塊半 那漲到這裡以後呢 投資朋友就開始問我說 啊這種股票能不能買 對不對 要不要追高 我只是理清一個觀念 229塊你認為是高 可是當初在一百八十四塊的時候 大家也認為是高點 一百七十塊大家也都認為是高點 因為永遠 只要高於一百一十六塊半 大家都認為是高點 所以不能追高是什麼意思 那是不會做的人 唐賽斯的延遲 股票不是 不能追高的問題 股票是要買強勢股 股票不要用追高什麼追高 這句話 因為我們今天買了以後 它能夠漲 明天可以漲 或是買了以後 當下買 等一下可以漲 那就沒有什麼追高不追高的問題 我們開檔股票叫5349的 那個 5349這檔股票叫什麼 先鋒 它會不好嗎 這檔股票很優秀 印刷電路版PC board的 專門做server的PC board 它怎麼會不好呢 那它最近不是 都沒有漲過嗎 都一直在跌嘛 跌了十塊錢下來 那你說它不好嗎 它怎麼會不好 它好得很啊 那請問一下 它代表弱勢股 你去接它 你去買它 你上個禮拜去買它 你上上個禮拜去買它 是不是就套了 是不是套了 我再講一檔股票就好 2439的美利 2439的美利啊 當時我講過啦 它整理平台很久很久 在74塊到75塊的高點 然後底下64塊65塊整理 那當它突破了74塊 4毛錢的時候的第一天 突破了74塊4毛錢 我們就用74塊半就好了 74塊半對於64塊來講 它叫最高你知道嗎 投資朋友 可是你回想一下 如果今天投資朋友 你去買了64塊65塊 68塊69塊70塊甚至80塊 請問一下 到今天為止它叫不叫最高 很顯然不是最高 對不對 那這樣子我做一個結論 我們鷹派的做法 我們是希望說投資朋友 買那個最強的 最強壯的股票 最強勢的股票 因為強勢股它敢創新高 它敢攻上來 那表示後面有料 你知道嗎 你看大家都知道 我喜歡看NBA吧 NBA有30隊 東西區總共30隊 那登陸球員每一隊 登陸進去 都登陸 都登陸 大概15個 總共400多個 每一連 一連當中 有記者 有所有的那個 運動的記者 他們是票選 120幾個記者 票選出來 5個人 我們稱為年度第一隊 最優秀的5個 從10到50個再選最優秀的 最優秀的5個 最優秀的5個 那接下來第6名到第10名 稱為年度第二隊 那後面是第三隊 就是第11名到第15名 那後面就沒有了 總共挑了15個 那能夠在400多個裡面 被挑出這5個 你說這個 這些人 你覺得這5個厲不厲害 厲害 是相當厲害的 請問NBAJENS 為什麼是我的偶像 你看一隻身身對不對 看起來很壞 200公分 203公分 一百二十公分 一隻都買湊 對不對 不是不能這樣講 你看他長 他沒有什麼人緣 你知道嗎 NBAJENS他長相 因為他沒有像那個奶油小隻 那個Steven Curry 長得這麼的帥氣 Steven Curry也是第一隊 NBAJENS第一隊 還有那個Jordan 快艇隊那個Jordan也是第一隊 還有就是那個 那個Westbook 被那個Kevin Duran背叛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我們說忍者龜 他也是第一隊 這些第一隊 能夠挑出來就是最優秀的 好 那我用這個例子來解釋就是說 我們在挑股票 1600檔股票裡面 這麼多股票 你到底要挑誰 你可以隨便買一檔股票來長期投資 然後抱著等大盤 上上下下 然後你碰運氣 總有一天等到你嗎 我看總有一天等到你下市 等到你 我可沒有這樣想 因為我們在做股票 尤其是在這個成交這麼少的情況之下 外資控盤的情況之下 其實每一天都有股票產生的漲停板 每一次每一對個階段裡面都有股票強勢在在往上拉台 可是大家都跟我講沒有行情 指數漲很多 我實在聽不下去 你知道嗎 什麼叫沒行情 我今天上朝 我沒有叫你做股票 為什麼沒有行情 就算有做指數也有行情 一天上下有時候也有100點 不要說沒行情 不能做 不是沒行情 找理由 九千點說指數太高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九千點指數太高 八千點的時候跟你講你也說指數太高 哪天一萬點你也說指數太高 所以我說我這個節目一直在教育各位一個觀念 我是說 你如果除非你是做指數 那做指數還好辦 做指數你根本不需要研究指數 為什麼 因為指數每一天都有漲跌 我們是賺那個價差 做指數期貨 每天都有行情 那你管他指數在九千還是一萬 那更沒有問題 那如果說你是做股票 你怎麼會關心指數呢 你怎麼會那麼在乎指數現在是幾點 我為什麼一開始拿神頓跟各位講 六四六會神頓 我是要告訴各位一個觀念 投資本如果你永遠不動 就算到一萬點兩萬點 我相信你的財富增加的速度 還是很慢 甚至如果未來大盤真的漲多以後 要回測五百點一千點 或是未來某一段時間裡面 整個國際股市進入了一個空投市場的大幅修正 我想受傷的還是投資朋友 因為選擇不動的人是最大的吃虧 這是我提供給各位做一個建議 要積極的操作我們把神交換給主播 謝謝 好我們先休息片刻 想掌握個挪投資訊息廣告之後 馬上回來 萬通國際 戰勝股市 服務至上掌握趨勢 先買再賣 先賣再買 多方空方 皆是盈方 萬通國際 為您把關 創造財富 遠離風險 萬通國際 唯一首選 服務專線 零二七七二五九六六八 七七二五九六六八 來自工研院實驗室頂尖技術 天然萃取 不含西藥成分 有效法根復活 快速見效 效果滿意 髮汪汪洗髮精精華液 男女試用 康世美奇摩超級商城 及電電購 熱烈搶購中 麥特戴萌從影代表作 神貴認證傑森包恩 現場熱映中 血清素是人體最重要的快樂因子 香蕉的植物血清素最高 一顆膠囊等於13根香蕉 幫助入眠快樂滿點 快搜尋樂活香蕉 一年一度中秋的期待 全台CV那類與網路商城都可訂購喔 原住 美智蘭 美智蘭 同樹 美智蘭 双倍好效率 进化革命 LG TwinWatch双能洗 LG最惊喜 酷下送好礼 买TwinWatch双能洗 最高送六千 来自公园医院实验室顶尖技术 天然萃取不含锡药成分 有效发根复活 快速建效效果满意 发汪汪洗发精精华液男女适用 康诗美奇谋超级商城 及电电购热烈抢购中 赖世熊美语状财 荣获国家品质精卖奖 点读笔让英语学习更容易 社会教室让学习更有趣 互动学习光碟 让亲子关系更靠近 Let's learn English together Pick our hand Elearn me We can do it 赖世熊美语招生中 欢迎回来 今天台北股市是小跌作说的 那么后续行情 应该如何看待跟操作呢 我们再把相交给丁超老师 好的 我还是老话一句 今天是进入了7月18号以后的第12天 快的话明天 慢的话应该 已经8月了 快的话 要产生大的一个变动了 慢的话应该这个礼拜 应该跑不了了 那这上下出来以后 我刚才我车票已经讲过 是一个大方向出来 它不会再整理了 就是整理到最后一定是 一个方向 要么就大涨 要么就大跌 那我希望投资票做好准备 那我们也愿意公开 也愿意分享我们的做法 那如果说跌怎么办 假设我买的股票 万一重挫灌破了8916 我们用8916来看比较容易 8916跟9086 因为它突破一点就算9086 就这个区间 那你突破 它就是一个大方向出去了 那灌破 它也是一个大方向出去 那到底幅度多少 我们到时候再研究 对不对 因为这个大盘 也已经修正了这个正乖里了 之前还没有修正正乖里 我说它整理有两种 一种是时间的整理 一种是空间整理 那很显然这次用时间整理 不用空间整理 那我们跟各位讲一下我们的股票 除了神盾以外 我想说 像我们最近买了一些偏概股 像6269的台俊 我想基本里面不用谈了 你自己看这个公开的一个测试 公开战略就好了 这个我实在很不喜欢讲这个 我只是告诉你 我们在82块 我忙前那天压下来说那天买 那今天收盘是87块 装不了多少了 大概五六块 五六块 我这个股票已经做过两趟了 之前也做过一趟 87块 89块钱那一波也做过一次 那另外就5264的凯胜 从120几块做到现在 122块跟122块的隔天 今天最高132块 大概幅度大概10块钱 1万块而已 没多了 但是是获利的 那基本面就不讲了 你自己去查了 因为这个没什么好讲的 讲这个东西干什么 那接下来我也谈到了这个可诚 渴望补涨 但是今天还又开高走低 但是没有关系 在成本附近 可诚是后来才买的 那最主要原因 讲这三郎股票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苹果 电脑 它真的是 苹果电脑股票价格 真的是已经突破了 一个区间的盘整 所以我们才会推荐平概股 这一定有道理的 对不对 那另外我们也跟各位谈到了 这个2049的上瘾 这档股票也是148块半 到153块那时候买的 大概也是涨了十几块上来 它没多少 也是赚了少少的 那接下来就是有一档股票叫日本二差 我之前做过一趟就11块4毛8到14块2 赚了两成 那这一次回测上升的一个月线买回来 大概买的价格也在13块左右 那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日本要 日本政府 日本央行确定会买这个ETF 现在目前的ETF里面的整个第一大股东就是日本央行 我们央行不敢买股票 但是日本央行是敢的 所以它从每年度的一个3.3兆日元要增加到6兆 这是一个事实 所以我跟各位讲就是我们会看好一定有道理 但是我刚刚讲到00中这些股票 00种种 只要大盘跌破 我全部会空手 我硬派的做法 我绝对不讲那个有的没有 我不讲那些马后炮的话 我不会讲道理的 你会发现我股票都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做完就结束了 我不长期投资的 我不会把风险留在不确定 就是一段时间我赚了有就走了 赚了我就走了 这是我们的做法 那我们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万一空头来的时候 我也是大赢家 为什么 因为我很喜欢大跌 因为大跌更好赚 所以不管做多做空 我们都有一套标准 标准式 绝对不会无谓的一直看多上去 不会 有些老师是一辈子都看多了 涨到一万他也看多 涨到两千他也看多 那这多头市场的话 他有点老一点银头小利 大家懵也懵得到 用拆也拆得到 问题是跌的时候 万一崩盘大跌 空头的时候 他绝对不会跑啊 他一定是拉回找买点 买黑不买红啊 红低买进啊 他说也说这 所以我现在跟各位投资朋友 跟你讲了一个道理就是说 你要特别注意 这个行情准备要产生大变动 我不是吓唬你 我这十几天以来 我今天讲的特别的肯定 一定会大涨或大跌 不管走哪一边 我都会做对 大跌的时候 我就赶快把 带你把股票全部除情掉 至于要不要放空再说 如果跌幅不是很大 干嘛放空 就到时候先卖再来买就好了 那如果突破呢 突破以后 你就看我这些股票的表现 那这些股票 我们当然随时会调整 因应这个时代调整 像神盾 66的神盾 我大概这个礼拜就会抛售掉 我想应该不会涨到300了 没那么厉害 我也没有期待到300 你了解我意思吗 会不会有点夸张 不会 做股票就是 我今天早上连线的时候 我也讲过 苏贤问我说 这个神盾要涨到哪里 我说神盾涨到崩盘为止 因为它在涨 我怎么卖呢 我卖不下去 我不晓得为什么卖 在涨的股票我是不卖的 没有在卖的 买都来不及还要卖 我只有在卖那个跌的 那时候不是买黑不买红 买黑不买红是你说的 又不是我说的 我才不同意这句话 我才不是买黑不买红的 我是硬派 我硬派我买强势股 我买黑不买红 对不对 所以操作是一种比赛 要比什么 比速度比马力比扭力 短线 我带你操作价差 尤其是那种高价股 你看 多好赚 跌的时候我们来避险放空 长期投资 短期投机 做价差 都有套利 我们都会 对不对 那你看只做对的方向 现在多投做多 空投就做空 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坐两边坐 我们站在风口上 要买就买最强股 就像神盾 就像神盾这种股票 你了解我意思吗 观念就是这样子 就像2439的美率 就是这种观念 你知道 就是这种观念 去做事情就没有错 那现在目前来讲 我建议还是平概股 最有机会的 真的我没有骗你 年度第一队 我刚刚讲过 最佳五人组 刚才我已经介绍那五个 给你知道了 对不对 年度第一队 这是最强的 只要158 这台你 我就跟他一辈过 这台很厉害 158605匹 对不对 中置引擎 中置引擎 货轮驱动 这都要走 所以用158 只要158 158什么意思 老师我听不懂 听不懂卡电我就知道 我们把时间交完给主播 谢谢 好 今天台北股市 小蝶做收到 那么外资 目前在期限货的表现 是不同调 明天要奉上是选择权的 结算日的 是否影响 台股后续航庆 想想过更多 请锁定超新大赢家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谢谢收看 拜拜